肺部 肺部是幫助我們消化的 食物後會經過食道 落到胃 胃會將食物磨成小小塊 落到小腸裡 讓我們容易消化 另外肺部會分泌一些胃酸和煤質 幫助我們消化和吸收鐵質和維他命 病人有機會影響吸收 包括治療或病本身都有機會影響 如果病人已經做了胃部手術 例如全胃切除或半個胃切除 胃不能儲存舊時那麼多食物 只能夠小食多餐 另外可能胃沒有切除 扭腦還在胃部 扭腦可能會頂住 令到他沒有胃口 令到他不想吃東西 還有若然病可能需要化療 或做治療 這些治療來說 亦可能會令到他有作悶 作呕 沒有胃口的情況 所以無論是病本身 又或者是治療 都可能會影響到四股不振 若果病人有營養不良的情況 甚至有併發症 有腸失、胃失的情況 我們都可以考慮 用點滴的方法 去給病人一些營養素 我們點滴的方法裏面 其實包含著氨基酸 有葡萄糖和脂肪 其實可以補充病人的營養 而脂肪其實都很重要 因為脂肪裏面 例如有些魚油 中長年的三酸金油脂 橄欖油 大豆油 而我們知道魚油來說 亦都有抗炎的作用 其實要用點滴的營養液 我們都會和病人談一談 所以病人亦可以諮詢醫生的意見 其實胃癌的病人 我通常都建議 不是一定要戒口 戒口是甚麼 戒口就是不要吃一些 骯髒的東西 全部東西要煮熟 不要吃生的東西 還有我都會建議一個principle 就是我們叫做 三小兩多一筆 三小就是小纖維 小脂肪和小兩 一餐不要吃太多 另外兩多是甚麼 就是多餐和多蛋白質 高些蛋白質就會容易有抗力 一筆就是不要太多糖分 另外我都會建議 吃東西都要看胃口 可能餐裏面多些顏色 又紅色又綠色又黃色 所以看起來開心點 吃多一點 這樣最重要是自己開心 吃得會好些 還有就是少一些煎的東西 炸的東西 多一些灑的和蒸的東西 也會幫到的 病人容易消化 謝謝 謝謝 今天下集會 吃得更多的 吃得更多的 吃得更多的